当然下面我们要请杨先生讲讲香港 那么香港呢 昨天是回归25周年 当然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个媒体 主要是国内媒体 包括香港的一些媒体 这个传达出来的信息 都是彩旗飘飘 这个一片祥和 但是杨先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每当讲到香港 他都会叹气 都很沉重 所以呢 这个还是要来聊一聊 这个到现在 就是您觉得香港 现在回归到现在了 其实如果是说 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 给男生生先定调 对不对 然后这个 你觉得香港还可以 从头再来吗 你这从头再来的概念 不是太清晰 是从哪里的头 是1840年 没有 就是从这个 还是他 现在维持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包括他也还是一个 算是一个这个经济的 一个开放区的这个状态 你觉得 就是他不会继续往下 这个衰落了吧 香港要完全的衰落 它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过程 就是我经常用的一个 其实也是当年参与这个起草 这个香港主権汇补方案的一个意见 大家在担心一点 第一个是黑社会搞破坏 第二个呢 就是香港整个功能会 阳光 阴干 阴干就是功能性萎缩 东方自主是还是东方自主 但是呢 灯泡没那么亮 连林郑月娥到临行的 要特别的之前的讲 最担心的是香港的国际化的时候才会简单 香港的国际化的时候才会简单 香港的亚洲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就不一定能保得住 所以我想谈不上香港的民听会更好 但是也谈不上马上就变得很糟糕 因为瑞士现在的这个一个评价指数 对香港的这个核心竞争的还比较高 核心竞争力的要素还评价比较高 但是香港可以意见的是功能性的萎缩 还是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呢 国际金融中心的很多资源 被民国或者其他地区所挂分 就说新加坡的西纳 对 香港现在龙屋住的东西 香港现在 基本的要件都还在 比如普通话 行政效率 然后契约精神 还有这个商业服务 仲裁的法律的严正性 最关键他的廉政公署制度还在 就是基本上支撑香港作为区内亚洲的 区内这个要追农中心的这个一些要素还在 但是呢 这些要素在跟香港本身多数的百姓没什么关系 因为香港的回归25年 实体经济没有一个明显的发生 也就是香港的港英时期留下来的经济的虚空化 没有实体经济的大量的外出外走 然后呢 没有人充分的就业的空间的机会 香港现在要作为一个高新科技什么东西的中心 为时已晚 为时已晚 已经没基本上没有这个机会 那么香港的就是怕功能性的萎缩 香港的实体经济如果改变不了目前的状况 特区的财政负担会越来越重 人才留不住 外资企业留不住 那你说香港是不是有比较的危险 而这种萎缩 上海还有其他什么东西要取代香港 也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难的 是未来20年 最难的是人心的违规 是人心真正的违规 最难的是这一年 殖民地时期并没有给香港人多少的民主 但是给了香港人相对多于内地和其他地方的自由 殖民地时期在《反应看报》之前 对香港的管制是放纵 贪污横行什么乱七八糟 他不管你 我在有限的时间 租来的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点挣更多的利益 他的治理是因为麦里昊当总督那10年才构建的 这也是对《反应看报》以后的一个反思 但是回国以后别忘了 西方国家对香港每年都有一个建策报告 在2010年以前每年的报告都是满意的 没有提出任何的批评 所有对香港的负面评价的窃其 是2012年以后 也就是习近平主政这10年 所以香港回归15年没有任何负面的东西 尽管他也遭遇到亚洲金融风暴 遭遇到SARS 遭遇到世界金融危机 但是他摇摇晃晃的 基本上还保持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偏格 北京对香港的基本法 对香港的各种现状的干预和处理 也没有相当的明显 有不明显 所以他处于一种的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 他处于一种不完全回归的状态 那么港英当局是在彭定康最后那里 任其内非常快速的 固执也很多香港人的民主 香港人的在一国两制条件之下的民主 也是个不完全的民主 不成熟的民主 如果是一个很成熟和稳健的民主运动 不会出现像香港在回归20多年来 尤其是2005年之后 对那些相对表现比较激进 比较幼稚 比较不承受 所以你讲香港的2019年的大规模的抗争 有没有各种行刑事 当然有 当然也跟他牵头的人 跟他街头的激进 我想这个东西都是报名政治 都会有这样的习惯 所以你看不到香港的中产阶级代表的政治力量 有台湾民进党 甚至党外运动时期的文件 台湾的这个政治反对力量 是有长期的这么一个训练 理论的训练 实践的训练 刚开始演激进 但后来就没有了 所以你看很多激动激进 特别是大规模的群众期间 他没有退出机制的时期 跟北京天安门事件 广场上最后的那一次 是一样失控 这个我讲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 不能归咎当权当局的政策 这是两兆 现在香港也没有这个人和力量 去做这样一个认真的反省 总结归纳 所以你要期待未来25年 香港还有一个成熟的民主的选举 不行了 现在按照习近平的这个想法 他这个一国两制 跟以前人们理解一国两制 以前完全不一样 第一香港你要自觉的维护 港人要自觉无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个部分港人做得到 但是多数的港人未必做得到这一点 你要求一个社会 大家都听你的话 中国大陆14亿人也未必做得到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第二个他也强调全面管制权 和有效的这个治权 这个说法也是个新的说法 第三三权不能独立 三权要协调 必是爱国者知道 那这不是一国一制 这跟中国大陆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的政治制度不是 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必是有差别 没有差别 所以香港的目前的所有的问题 为什么叫李家超的上台 民地调查率甚至不如 林郑月儿 人们对他的期待这是负面 这不是他的出身 而是他的这个 这个治港能力 治港水平普遍之一 还有中央政府的过度的支持 也人们对这个保留度增加 所以人们对这个珍宝坊那个海鲜湾 这个在西沙沉默 大家有很多的哀痛 很多的记忆 其实我认为那是个情绪 对 这个隐喻 对 目前为止或者可见的未来五年 香港的经济结构 仍然以国际金融中心的服务为主 北部都会企业 那个搞得很夸大 这个东西 秀老师 那只是一个别 香港的命 前途的走向 不是跟大湾区融合 而是要拼命走出 走向国际 但是现在的国内外的形势 也不允许他拼命往外走 所以香港再也不是一个 单纯的经济中心 经济金融中心的城市 它已经处于一个东西方 矛盾交错冲击的 一个要 一个矮口 原来就是个东西方文明的交会区 东西方文明的重变处 东西方文化的一个互相交流的国际 它自己独特的设计 但现在复制于很多政治的社会 中美关系 中国跟西方国家的政治的国益 香港成了短兵相接的国益的战场 所以这个最担心的就是 不是疫情和政情 交相作用之下 中美关系 中国跟西方关系 人来不了 企业总部要搬迁 国际化逐渐的就减弱 那是给新加坡捞了一个大便宜 新加坡的高兴死了 所以新加坡总理很郑重其事的 这个要给新加坡总理提个建议 要给习近平发一个至高无上的 农意勋章 这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他可能感谢习近平的 帮了新加坡这大忙 可能是这样 这个勋章很有意思 跟那个重量跟那个普京送的差不多 香港最麻烦的意见 25年回归 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性问题 没有解决 找不到解决 你的北部都会去 弄了半天也是防地产 这个是香港就是 不会马上招的一塌 但是功能性的萎缩 可能是一个看得到的趋势 是的 杨先生刚才您讲到了 这个人心的回归 那其实我们 我们看到那个有报道 我看的是BBC的一个报道 他是说其实在 97回归的时候 人心是逐渐的对于中国的认同 其实是在逐渐升高 到了2018年是到达到最高点 我这两天本本不断的念叨的香港的好处 香港什么好处就讲到那一帮艺人 8960哭的喊的在跑马地 哭的喊的捐款 高喊的还供可 都是华东大水灾的这些人 哭啊喊的这个刘德华身上打大石灯 然后打了吐血几十亿的钱港币 就是由这些在街上哭爹喊娘的这些人 然后他们又这样 这就是香港特殊的家国情怀 华东大水灾 一个露宿者捐了3500块 他无一身上的储蓄 人心的回归在回归之初 香港人对中共的承诺是信任的 因为那个时候尽管有六四 但那个时候看得到改革开放的路线没变 大家的信心还在 但是今天为什么这么一个 曾经可以自觉的起立 从原来很生疏的 不知道这个中国国歌是什么旋律 你到现在一听第二年就看了 自觉起来就手放在这里 表示这样一个国民认同 不需要教育 游蓝而生的 但是现在 鸿哈 最新的调查认为自己是 不是中国人 是香港人的比重 对 比认为中国人比重还高 对 这些东西就是呢 这里面肯定不是香港人 一个对失去的什么东西的愤怒 这就是一个 人心回忆 真正的回忆 你就每年这四十多年来 每天有150个人 到香港 定居 移民了 班长 香港现在的中资机构 中资企业在香港的零学生 以日据增 跟以前 那这些人是不是有更多的认同 这些人对香港的认知熟悉了 对香港的喜欢 他的人心也会变 最难的是人间 你不要看有的那些小学生 什么唱歌 这是一个表现形式 你看到一个乌村里面 每个窗口都贴满了过去 那就是那个乌村 其他乌村没有 是吧 中央电视台 我昨天才知道 派了四百个人来报道 习近平这不到一天 两天的时间的行程 警卫我就不说要花多少钱 所以我想 很有意思 人们但香港的内地话 是有道理 所以刚才杨先生您讲到了 就有很多的香港人 他其实说我是香港人 他不会说我是中国人 那么其实也看到了 现在香港年轻一代 对于自己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迷茫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报道 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都在选择离开香港 就是出去移民 因为他们也会觉得 这个因为各种的压力 包括政治的这样的环境的改变 他们认为自己被剥夺了权力 也对香港失去了希望 那么你觉得 失去年轻一代的香港会怎么样 老化 为了鼓励年轻人到大湾区就业 那香港留下什么 留下老人 对 香港每年的社会鼓励的支持 对几十万的生活 非常低下的 是几百亿的 这是负担 所以这次的杀死亚伯格习惯疫情 死了那么多的老人 也跟这个社会福利 其实不健全也有关系 所以我想 香港的解决民生问题 解决年轻人就业的问题 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 很难 很难 觉得这个李家超 天天拿国安法来记的 也没用 对 经济和市场 这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要有没有一个充足 不是靠盖房之来 香港搞一个 搞一个雄安的东西 没有意义 没内容 是的 雄安搞了个最大的火车站 一天再发一趟火车 上了 这个香港的高铁 已经停了两年多 不是习近平来 他还开不了 人来不了 机场 香港的机场 世界上原来服务最好 现在变成不知道在哪里 是真的取消 他作为世界 这个航空中心的地位 我说的应该 这个功能性 你说是这样 慢慢慢慢就消化掉 很可惜 这个地方 很可惜 是的 其实对于这个一国两制 我这里就不再 再问杨先生 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很多 您觉得香港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于台湾 是不是只会有负面的一个影响 已经是了 已经是了 当初香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主权回归的问题 指着借鉴中共的对台政策 也就是60年代毛泽东那个时候的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 香港的主权回归的是一个借鉴的对台政策 香港回归的战略的目标和任务其中一个是示范台 但现在提都不提示范台 而且香港的2019年代算就让蔡英文以后连续之政大笔数获得选票 对 这个东西都是没有什么示范作用 没有了 一国两制 习近平一直强调不走行不变样 那么实际上的走行变样也已经出现了 这不是外面的人强迫强强 这可能是中国本身对香港的一国两制理解的 所以有人说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已经没了 现在是一国两制是习近平特色的一国两制 再可能有邓小平时代的承诺 也不再可能有 朱龙基那时候一本政经 把香港搞坏了 这是历史的罪 李内环讲的 将来这个茶购你要留下来 资本主义不管有什么污汪 你那个原本是要留下来 你现在是想方设法把这个茶购 一星茶购200年里 你要把那个茶购洗干净 洗干净它就不是茶 不是一个真品的茶壶了 就不一样了 是吧 所以这完全不同 所以北京这些年也不再提垂幻台湾的问题 所以呢对台政策现在正在设计 台湾的这个总体战略 总体方案 肯定没有香港这个概念 没有了 嗯 了解 是的 好 那么谢谢杨湘正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些香港的一些情况 这个看看未来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跟您讲 看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还活着 这个节目不做就没有机会 我们都要聊 但是我的节目香港的点击率不是太高 但是我写的有必要还是要减 我也是这么觉得 没有点击 因为香港的信息 这是中国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地方 我以前也说过像主权回归 实施特殊的治理政策 中国有三次机会 一次是1945年的台湾光复 蒋谢时先生是要把台湾变成三民主义魔幻者 他有这个意思 但是呢是失败了 第二次是香港九七回归 第三是澳门 99年 澳门搞得再好 也就是赌场 现在澳门的赌场也一塌糊涂 对吧 对 关键能不能成前起后证明 中国共产党有能力 实现自己的承诺 有能力管好一个国际现代化的城市 他整个这个自助这系 基本法大法官制度 其实像香港的全球招聘的大法官 就是为了这个金融中心的 公正性透明度服务 也其实是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 就是了不起 共产党从来没有这样 没有这样的胸怀 但现在也没有了 原来有了 回归15年没有什么状况 虽然有到很多问题 但是呢 国际社会对他的认受都是怎么样 现代又不一样 对 确实 所以以后对近平在中国扮演的结社 这个香港肯定是一个逃不掉的话题 是的没错 然后就不是他在那里 那种并不做 祝责 谢谢大家